圣经中有没有指定一个地方 来专门收集我们的十分之一和承诺奉献呢? 即是定期和有系统的奉献 在利弥记十七章第五节那里 指明了古时以色列献祭的一个适当地点 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 带到会莫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 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 只有一个集中的地方可以奉献 并没有其他选项 大家只有理由问 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而令人感兴趣的是 这段经文不单只关注会莫这个地方 而且还关注那位接受他们十一奉献和祭品的上帝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会莫就是耶和华的帐幕 是上帝居住的地方 除了为宗教的目的提供公平的资金分配之外 关于这个地方的使用限制 本质上就是与他们所敬拜的对象有关 假如改变他们宪祭的地方 就是等同当时的偶像崇拜的典型行为 上帝指定着一个地方工人宪祭 因为他想成为他们唯一的敬拜对象 十一奉献和定期奉献的适当目的地 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经常被问及及辩论的问题 但是大卫王的例子为我们提供着一个答案 我要用凡制进你的电向你还我的缘 华尔伦将这个原则形容于今天上帝指文 事后已到 属于上帝的十分之一和供物 应当用来完成一项明确的工作 应当将他们交到上帝的苦衷 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来使用维持福音工人的工作 他指明这个地方 那是有秩序地维持上帝使命的教会的库房 然而这个并没有消除我们对穷人 和有需要的人的社会责任 我们应该为这个目的分别预备特别的捐款 今天我们要另外一个机会 将我们的十一和定期奉献 也都称为承诺奉献 带到上帝的教会 当我们在上帝指定的地方敬拜时 让我们再次选择将他作为我们唯一的敬拜对象 愿我们将自己的欲望放在最后 将上帝放在第一位